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2003年9月入选神州五号飞行任务备份航天员 2005年6月入选神州六号飞行任务备份乘主 2008年9月执行神州七号飞行任务并担任指令长 同年11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航天英雄荣誉称号并获航天功勋奖章 2013年1月入选神州十号飞行任务备份航天员 2019年12月入选神州十号飞行任务备份航天员称主担任指令长 王亚平 女汉族籍冠山东烟台中共党员硕士学位 1980年1月出生 1997年8月入伍 200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10年5月入选我国第二批航天员 现为航天员大队一级航天员大校军衔 2012年3月入选神州九号飞行任务备份航天员 2013年6月执行神州十号飞行任务 同年7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 并获三级航天工薰奖章 2019年12月入选神州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称主 叶光复 男汉族籍冠四川成都中共党员硕士学位 1980年9月出生 1998年8月入伍 200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10年5月入选我国第二批航天员 现为航天员大队二级航天员大校军衔 2019年12月入选神州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称主 按照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原则 经过全面考评 三位航天员考核结果均为优秀 具备执行任务能力 被确定为神州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称主 介绍完毕 谢谢 下面请记者朋友们提问 请第二排 所以你这点提问 好 谢谢主持人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首先祝贺三位航天员即将出征 中国的太空家园 我的问题是问给指令长翟志刚的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这是您在执行神州七号任务的时候 当时说过的一句非常振奋人心的话 同时你在出舱之后 挥舞五星红旗的那个画面 让国人至今难忘 不知道在这一次的任务当中 您还会出舱吗 出几次呢 另外在这一次的新任务当中 还会有哪些新的突破 能和我们分享 谢谢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下午好 我是航天员翟志刚 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 再一次与大家见面 在13年前的2008年 随着神奇任务的原本成功 标志着我国成为了世界上 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活动 关键技术的国家 令我十分的骄傲和自豪 特别是手持五星红旗 太空漫步的那一刻 至今回想起来 依然令我振奋不已 那么13年后的今天 我将再次出征太空 除了感到激动 振奋之外 更感到的是压力 在本次飞行任务中 我们仍然有出舱活动任务 而且还不止一次 在神奇任务中 出舱活动是技术的突破 在现在的出舱活动 更偏向于技术的应用 比13年前的出舱活动 更复杂 更艰巨 更具挑战 那么在本次飞行任务中 除了出舱活动任务之外 我们还有手控 摇操作对接 还有各领域的科学式实验 及研究项目 我们这个唱组 还要在天上过大年 当然最具挑战性的任务 应该还是 载轨六个月的长期驻留 这对我们的身体 心理 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过请大家放心 我们秤主 一定牢记初心使命 不辜负 祖国 和人民的重波 我们有信心 也有能力 坚决完整好 这是飞行任务 谢谢 下面接着请问 请第二排 这位小学生 请问 亚平老师你好 你好 我来自新疆和田地区 皮山县八十桥达小学 能够代表中西部小朋友 与您对话 我特别激动 我们中西部小朋友 给您和城组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 已经送达空间站 希望您能喜欢 我和同学们都看过您的太空授课视频 对太空充满了向往 这次你还会再在太空给我们讲课吗 还想对我们青少年说点什么呢 谢谢亚平老师 谢谢这位可爱的小朋友 我很期待你们的礼物 也谢谢你能到现场 来给我们助力发射 其实从神舟十号太空授课之后 有很多同学也给我写信 问到这个问题 什么时候能够再次飞上太空 给大家再讲一课 那么今天我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 经过八年的不懈努力 亚平老师终于再次追梦成功 即将带着同学们的梦想和期待 飞上太空 而且这一次我们即将进驻的是 我们中国自主建造的空间站 同学们最好奇什么 最想看到什么都可以告诉我 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索 去发现 帮你们共同实现愿望 飞天之前 我最想和同学们说的是 飞天梦永不失众 科学梦张力无限 只要敢于有梦 勇于追梦 用智慧和汗水打造自己的梦想飞船 就一定能够迎来自己梦想的发射时刻 飞向属于你的浩瀚星空 谢谢 我特别介绍一下 刚才提问的这位小朋友 是参加航天试验 助力乡村振兴 中西部青少年 走进载人航天 主题学座活动的学生代表 下面咱们接着起问 第三排 黑色衣服 那边接着起问 女记者 您好 我是香港大公文会传媒的记者 不好意思 请问叶光复 作为第二批最年轻的航天员 第一次执行这个航天任务 就长达六个月 您对此是有什么憧憬和期待 那是什么样 什么给了您这么大的信心 谢谢 感谢您的提问 大家好 我是航天员叶光复 很高兴能够执行此次任务 作为第二批航天员 第一次执行任务 就要飞行六个月 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 同时对我来说 这也的确是个考验 但我对完成此次任务 充满了信心 这份信心来自于 一代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 来自于飞行乘主的团结协作 也来自于我十一年的努力拼搏 对于这次飞行 我非常期待 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角度 去感受浩瀚太空 欣赏我们生活的美丽星球 也希望能够保揽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谢谢 请继续提问 请第二排 那面女具的提问 谢谢主持人 人民日报记者 三万航天员你们好 我的问题是提给宅志刚航天员的 您是我国第一批航天员 是航天英雄 18年前 也就是2003年10月15日 您作为神舟五号梯队航天员 参加了首飞出征仪式 明天又是10月15日 您将再次从这里出征 从神武首次亮相 到神七一飞冲天 再到即将入驻空间站核心舱 这期间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 是什么激励着您 始终坚持着飞天梦想 执行两次飞行任务 心态有什么不一样 谢谢 谢谢 谢谢你啊 执行神器任务 我准备了10年 现在距上一次执行任务 时间又过去了13年 13年不算短 刚才您说经历了漫长的等待 不如说经历了漫长的准备 那到底是什么 一直在激励着我呢 我想不外乎 我想不外乎 就是对飞行的热爱 对我职业的热爱 对祖国航天事业的热爱 13年后我仍然能执行飞行任务 就是因为我能静下心来 脚踏实地地做好眼前的事 做好眼前的工作 做好眼前的训练 13年来 最难的不是训练有多难 也不是工作有多难 更不是学习有多难 最难的是 如何能够将一件简单的事情 用最高的标准和热情 十遍百遍地把它做好 刚才说两次飞行有什么不一样 应该说13年来的两次飞行 不一样的是飞行任务的内容和时间 一样的是初心使命 和永远不变的 对祖国航天事业的热爱 谢谢 下面继续提问 请第三排 那么你这点题吧 亚平您好 我是新华社的记者 您即将作为首位 进驻中国空间站的女性 那么现在您心里都在想些什么 有哪些特别的感触吗 同时呢 这次您和城组将要在空间站 度过春节除夕夜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打算和安排吗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从神州飞船到空间实验室 再到我们即将进驻的空间站 无论是居住的空间 飞行的时间 还是技术设备等等 都是不可同志而语的 作为一名航天员 能够有幸参与空间站的建造任务 真的是由衷地为我们伟大的祖国 为能身处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说到春节呢 要谢谢您的提醒 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备战飞行任务 还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那这一次呢 是我们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中过春节 据我了解 我们的工程总体 给我们准备了春节大礼包 但里边有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和大家一样 也是满怀期待 我相信一定是惊喜不断 精彩分成 那除夕夜的时候呢 我们称足三个人 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守岁 我们要在第一时间 把来自太空的祝福 送给我们的祖国 送给大家 谢谢 下面继续提问 请第四排 那边来记者啊 提问 谢谢主持人 中国日报记者提问 我这个问题想提给叶光复 2016年呢 您参加了欧洲的洞穴训练 那么当时包括中国日报 在内的很多媒体也对此事进行报导 那么参加这样的国际交流活动呢 您的收获和体会是什么 另外能不能讲一讲 您对后续航天员的国际交流 有什么期待 谢谢 好的 谢谢 首先 首先我非常有幸能够作为中国航天员的代表 参加欧空局2016年度的国际航天员洞穴训练 当时我们来自五个国家的六名航天员 在特殊的地下洞穴环境中 相互学习 密切配合 最终和训练团队一起 克服了重重困难 并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 这次难忘的国际合作 也让我深刻感受到 探索浩瀚太空 建设太空家园 是我们所有航天员共同的使命和追求 我也期待有一天 能够有国际同航一起遨游太空 也欢迎来到中国的空间站做客 谢谢 世界关系咱们最后一个问题 请提问 请那边来介绍提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的记者 翟志刚你好 神舟13号任务持续时间长 任务重而且挑战也更多 您作为这次任务的指令长 同时也是这个城组里的老大哥 此时此刻您有什么 想跟身旁的两位队友说的 您对我们的太空家园有什么期待 谢谢 谢谢你的提问 至今为止 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 已经经历了七次 载人飞行 应该说 次次都是创新 次次都是跨越 次次都充满了挑战 在本次任务中 最具挑战性的任务 我觉得还是应该是 长达六个月的载轨逐流 半年的失重飞行 对我们的身体 心理 仪器设备 都是严格的考验 我们也一定会遇到身体 心理 仪器设备方面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完成好 我们能不能完成好 这次飞行任务呢 那就要看我们这个团队 看我们这个称主三人 顽强的意志和战斗的品质了 经过近两年的训练磨合 我们称主 彼此了解 配合默切 我相信 依靠我们团队的力量和智慧 一定能破解一个个难题 你刚才还说空间站 空间站是我们的太空家园 通过工程全线人员的共同努力 我相信我们中国的太空家园 一定会越见越好 谢谢您 由于实践关系 我们的航铁员乘主 还要为明晚的飞行任务 做最后的准备 咱们今天的见面会就到这里 最后 预队任务圆满成功 预队航铁员设立凯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